来到北台湾 平溪的天灯节 最后一场活动将在明天登场 预计将吸引10万人 涌进山城朝圣 而前两场的活动 一共吸引了30万人 创造了3亿元的商机 但是也创造出来25吨的垃圾 超马运动员林逸杰 日前就将平溪山林 挂满了五颜六色天灯的残骸照片 PO上的脸书 还写到说 以后一定要告诉自己和身边的朋友 不要再方便自己的愿望了 呼吁大家不要放天灯 目前已经累计了3000人喊赞 天灯冉冉升空 点缀平溪夜晚 只不过这一展展 承载着游客心愿的天灯 却是环境的头号敌人 根据环保局统计 平溪从天灯节开跑到现在 已经制造25吨的垃圾 超马好手林逸杰 日前在脸书PO上一张照片 整片平溪山头布满天灯残骸 林逸杰说当地人痛恨放天灯 因为后果就是制造垃圾 林逸杰甚至说 以后一定要告诉自己 还有身边朋友 不要再方便自己愿望了 呼吁不要再放天灯 文章放上网 获得网友支持 短短几天超过5000人分享 3000人按赞叫好 天灯纸5个月换 14公升专用垃圾袋 一个不划算 虽然观光局强调 活动过后都会进行环境维护 环保局也有规划天灯纸 换专用垃圾袋活动 但民众认为效果有限 要如何在推动民族活动 和维护环境中找到平衡 是个考验 中天新闻林明珍台北报道 请订阅学恭维护环境